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不过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在座有一些主管 你们要听的是那种观念 就是说我到时候我要怎么操作它 这是你们要学的 然后谁把你们画 你要回去找到人来帮你们画这些东西 因为有太多东西要画 要去绘制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张资料表也要做视觉化分析 对吧 而且请问重点在哪里 是不是这个数值 超过0.064的值 我就要变成红色 对不对 而且是那个愿所指标值超过0.064 我就要变成红色 好了怎么做这件事 跟你们分享的 你们只画了表格出来 就是这也是一个视觉化 对不对 这图是视觉化 表当然也是视觉化 而且而且你要是给老板 就是你给老板这张表格 你知道他会怎么念 他可能就一个一个念 1月1号中区新太平澄清医院 0.66 然后继续念第二第三 对不对 可是假设你把这个颜色 标 这三个颜色标为红色 他可能就只念前三个了 对吧 这就是要 为什么要做视觉化分析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他还不是很困难啊 我们来去看怎么做 首先 在这张资料表 请问你觉得 你要去做格式的修改 是到筛选里面找 还是视觉效果里面找 还是栏位里面找 视觉效果对不对 视觉效果里面 是不是会有一个 这个栏位 栏位 好 里面 验锁指标值 有一个 往下的三角形 可以吗 这边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你喜欢设定那个 背景颜色 还是字形色彩 我比较喜欢背景色彩 好 来请点选背景色彩 点选背景色彩 稍微等一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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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什么 依据这个的 依据这个 愿所 指标值的 总和 不是总和 可是确实是 愿所指标值 愿里面就只有一个数值 的平均 可以吗 当然了 这边的 加总 等于平均 因为我们的 这家意愿 只有算一次 记不记得 就是这一季 的这家意愿 加总 只算一次 就等于平均 可以吗 然后 所以这边 你改成 改或不改 其实无所谓 好 各位 最小值 是他 最大值 是他 我们就直接点 确定 那 如果你 今天 按照 他 由大 排到 小 好 所以愿所 指标值 由大 排到 小 那 最上面 是 数值 大 有看到 对不起 愿所 指标 值 愿所 指标 值 设定格式化 背景 背景 条件 最小 值 愿所 指标 值 限制 值 最大 值 里面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个 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样呈现应该是没有错 他 他呈现是说 这一个2013年7月1号 1.12未必是最大的 该年度的最大值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我建议各位我们这样换好了 就是不是以最小值最大值 而是只要是制定好了 制定 制定只要是大于 大于0.06 可以吗 最大值如果是 如果是0.06 以上他就用这种颜色 好那其他的话 那个底色就用很浅的这种浅蓝色 确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 这个到时候我们点2021年 2021年 中区 好控制键按住 点中区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些 那为什么0.56也变成蓝色 那是因为 不是对不起不能用平均了 因为这一年虽然他是0.35 但是其他年他会超过0.06 好所以对不起再改一下 这边验锁指标值 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背景色彩 背景色彩 不可以用平均了 只能用加总 只能用自己的加总 好确定 但是加总之后 加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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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更会超过 等一下 等一下我改一下 我看是不是应该改成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背景颜色 奇怪 这边色阶 一样平均值 最小值是浅色 最大值 这边我想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边设定的怪怪的 因为我们的值牵涉到太多年 绝对不是只有2021年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 来 请你看一下应该这样设定 这个院内的指标值 这个院内的指标值 好 来 麻烦请 这个院所指标值 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请点 所谓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第一个背景色彩 麻烦请设为最小值跟最大值就好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设 我这边用的是平均 我这边用的是平均 平均跟加总其实所代表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确定 你看 我现在如果点选2021年 这是2021年 控制键 控制键 按住点中区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只把那个最大 就是中区有很多值 里面最大的值用这种深一点的蓝色来呈现 就只要是这样就做到视觉化了 就是用最大值跟最小值来去呈现就好了 可以吗 这就是我所要跟各位分享的视觉化 如果你说真的真的做到 那我就做到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到 那么大值得 那就强烈了 如果我们就做到